贵阳半项城接驳地铁工程的实施 导致火车站站前广场交通组织方案进行了调整 车辆必须按照规定线路从达高路方向和追翼中路方向单进单出 多路公交车的停放和发车位置也进行了调整 为了这个地铁接驳工程的顺利实施 相关方面做出了重大努力 地铁接驳工程起于通达饭店旁边 然后沿尊一路向北连接万象城 通达饭店旁边这里正好是地铁一号县火车站站的三号出入口 万象城地铁接驳工程就是要挖掘一条新的地下通道 连接万象城与地铁站 这条新建地下通道长约180米 宽6米 这条新通道一旦建成 便可直接从地铁站出入万象城 同时也为部分华润九月的业主提供了出入地铁站更便捷的通道 画面右侧是梦之城 左侧是万象城 这是规划局网站公示的地铁接驳工程规划设计平面图 这是工地现场所公示的相关平面图 工地围档内可以看见很多钢筋炉 这个地下工程显然需要打下大量的织护装 然后才能展开地下挖掘施工 据了解 该工程的计划竣工时间是7月15日 这与万象城最新工事的开业时间7月14日正好吻合 贵阳万象城原计划的开业时间是6月底 当时可能也没有想到这个地铁接驳工程实施起来的复杂性 这个工程的实施涉及到贵阳火车站交通组织方案的重大调整 实属不易 相关部门做出的努力必须点赞 贵阳第一家万象城的开业时间因此而延后半个月也值了 前方是遵义路与解放路交叉路口 这是跨越解放路和遵义路路口的人行天桥 这座天桥将与出入万象城的人行天桥相连接 不远处另一座跨越解放路连接万象城的天桥也正在修建中 万象城的外立面装饰大量采用铝板材料 银灰色的底色显得庄重大气 不落俗透 夜晚的灯光装饰将呈现怎样的效果 令人期待 这一面是万象城靠遵义路一侧 这里由于靠近地铁站 未来可能会成为万象城主要出入通道 构成万象城商业综合体的这栋写字楼已开始安装玻璃幕墙 旁边另外三栋是高层住宅 其中一栋已封顶 另外两栋也即将封顶 万象城写字楼将在明年竣工交付 万象城商场内部已有许多商家展开装修 万象城旁边的贵阳梦之城原计划本月底 也就是四月底竣工开业 本期视频拍摄的四月二十四日可以看到 少量外立面首尾施工仍未完成 但整个商场的外围施工却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据现场了解 贵阳梦之城确定在五月一日开门迎客 目前各项准备工作都在加班加点 全力以赴进行中 贵阳梦之城项目原本是火车站飞机坝城中村鹏改项目的一部分 也就是原横棚世界AD块项目 规模庞大 好高无远 可惜开发商实力不计的横棚世界项目 注定以胎死服务中难有闲于翻身的机会了 但已经开发成功的AD块贵阳梦之城项目 加上其旁边实力开发商华润集团的贵阳九月 及其万象城商业综合体项目 已经给贵阳火车站周边城市更新带来重大转机 必将深刻影响贵阳老城的城市风貌